大家好,今天是2月1日,星期四 市是有少少反复 事源今个星期一,恒生指数日中最高见过33,484点 之后就辰转反复了 去到星期三日中低位32,330点 我说的是三个交易天之内,大家不确 恒指已经回调了1,154点 想想,如果市一路处于一个逐沉顶形态 不可能在三日之内回调1,154点 即是说这一阵小星浪 由12月7日低位28,134 去到1月29日高位33,484点 暂时来说是停一停的 升了5,350点 技术上有些消化有些整固是很正常的 问题是市场如果在高台上一路整固不下 这是属于技术上的急升后的正常整固 如果有个别升得多的股份有个回调 而其他没有怎么升的股份 又是牛皮拉锯的话 那这些是个别的回套 也都不影响大 但是如果市在一个回套沽额慢慢慢慢涌现之下 出现了一个正常的下调呢 那这个就是调整市了 一般调整市的幅度是会多些 例如好像去年7月5日的低位25,199 一直升到11月22日的高位30,199点 升了5,000点 那个回调的调整是跌了2,065点 去到12月7日的28,134点 好了 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 是移动线的表现 一直以来恒指10天 20、50、18、250 线排列都很标准 是典型的升线模式 但是周二和周三这两天 日中的指数都是轻轻跌穿着10天平均移动线 到今天为止 技术上亦都同样如是 虽然在收市那刻是没有跌穿 但是日中的跌穿呢 连续两日三日呢 已经预示了大市的上冲的力呢 有少少是放慢了的了 加上呢 农历年其实很快到了的了 过多两个礼拜就已经到了 一般来说在农历新年前呢 市场的战意都不会太高的 你想一想吧 坐在电视机面前炒股票的 有些已经半年货 有些也都是去旅行啊 或者在其他地方过年啊 那使到市场的气氛呢 一定会受到多少影响的 况且年关前资金是拉得比较近的 所以我觉得呢 未来一到两个礼拜的市呢 如果保持着一个整固不前的格局呢 其实是已经是预了的了 再说啊 去年十月的指数呢 我数一数给大家听啊 十月恒指呢 整个月是升了1065点 高低的波幅计啦 十一月是升了2062点 到十二月是升了1864点 到今年一月更加升了3456点 即是股市连续四个月出现了先低后高形态的 那好了 去到二月份 我不知道整个月到底怎么走 但是有一个技术上的走势呢 大家应该留意 今天日中的高位开市卦呢 是在33000点上 如果你整个月 你要维持着一个先低后高形态呢 在上旬的时间 市一定要回一回先 如果不是你33000点 你再升多2000点 就35000了 这个数字很容易计 不过这个可能性 不敢说没有 我觉得不是那么高 即是现在这一分钟呢 大家在部署上面 不要急 也都不要用 拿粒货小的 看好后市的 没有意见 拿粒货多的 我不是说那时候会大跌 但是做一些风险管理 比较好些 因为你不知道回调反复的幅度 会有多深的嘛 总之一句说完 任何个部署千万不要急 也都不要用 今天说到这里 说完 说完 有心计商 那有心计商 也有点 吟